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留给我爱的诗篇 对我说今生爱我永不悔 你走的时候 不要与我道别 留给我爱和思念 在这飘着细雨的夜里 拥有你留下的这些 我就容易的把自己 不凭我悲痛的情绪 守住那漫漫长夜 你走的时候 不要与我道别 留给我爱和思念 在这飘着细雨的夜里 在这飘着细雨的夜里 我可以进去 这里才可以 你找我也是 我知道柏月和柏奇 对于我重新开始冰桃土的想法 他们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根本不可能念得出好的作品 这个是 这是我嫁给欧阳博 发过是不再碰桃土的十年之后 第一次重回工作时完成的作品 靳修 这十年来 你的才华跟潜力丝毫没有减退 而且 在用色跟造型上都非常突出 而且与众不同 当我静摇又烧时 更付出了我所有的感情 所以 如果桃是最能表达一个作者的艺术 没有一个做桃的人 能比我更懂得表现的爱 别人以为 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 只有你知道 我比谁更执着于感情 从这件作品 就可以证实我对你的感情 十多年来 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我对自己发过誓 如果这件作品再不能打动你 我决定击碎它 也表示我永远放弃你的觉醒 当然我今生今世 再也不会做桃 靳修 在我看了你 这件作品以后 我才深深地发觉到 这十几年你一点都没有变 你还是像从前 在我们林家学陶的时候一样 纯真 热情 那个时候 你爱过我 对吗 对啊 那个时候 你就像一块蒲玉一样 可是当时 我一年想把你赞为己有的那种欲念都没有 我只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你 为什么 欧阳伯就希望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 所以 真正爱你的人就是欧阳伯 你看啊 就像我跟白旗一样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他 靳修 靳修 你放开他 连我的人你都不珍惜 你还要珍惜他吗 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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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珍惜你的才华 但是我更关心你的幸福 快回到欧阳伯身边去吧 在他这有生之年里 跟他就共同创造出最好的作品来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地去拒绝他 他一定能把你调教成最好的陶一家 因为他对你的爱比别人更多更多 你怎么只看到别人对我的爱 就看不到我对你的呢 救命 救命 走 你又来做什么 他从你跟我爸那天开始 我就想杀了你 白月 这是什么态度 静怡来找我们一定有事的 你错了 我不是来找你的 因为这家饭店离瑞芳不远 对我比较方便 我已经暂时住进这家饭店了 我刚从军院那儿回来 有点累了 失陪了 静怡 你听到他说的话没有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你怎么会跟一个和这种女人 纠缠不清的男人谈恋爱 还谈得死去回来的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姐姐 不要再说了 我想一个人进去 你先回房休息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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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家里 有意思 这就有一个最好的 船长 是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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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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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反正 好像嗎 在我身上 你怎麼會在你身上 我只在身上 你會不會在你身上 你怎麼可以在那裡 我會不會在你身上 你會不會在你身上 你隨便都去 你自己身上 你男生 我還給我 我還給你身上 如果我們現在回去了, 那他不就是贏了嗎? 你知不知道他贏了什麼? 林俊彥? 你們爭奪的勝利品不就是林俊彥嗎? 林俊彥? 每天你走了以後我心裡感覺到很痛快 因为这十年来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 你对我的感情 但是我无法拒绝 你在陶宜上的天堂 林俊宁 你这个傻瓜 我对陶宜的感情是假的 只有对你才是真的 千万不要再辜负了你的天赋 为了跟欧阳博赌气 你已经白白浪费了十年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浪费任何一分钟 我愿意帮助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真的 我现在手还没有完全扶你 我只能从旁边去鼓励你 你得拜一位台湾有名的陶宜家 做他的入室弟子 从头学起 我牵扯了任何私人感情 跟从前一样 师生关系 能不能真胜 绝对真胜 为表示我这学生的诚意和信誉 我请你到最豪华的西餐厅吃牛排 最豪华的邃师 是 我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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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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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来管监事啊 你今天不要惹我啊 俊逸 我脚好了 你等我回去 让开 小姐让你让开 你为什么不住在家里 你住在哪一家饭店 我住冰海饭店 什么 你跟百奇住在同一家饭店里 你放开他 你不要逼我拿到出来啊 我已经为你挨过一刀 替你顶过罪了 你不想让我林本带你讨回来吧 百岳 你不要动到 你要到哪儿去我们找 你先回房间去 他要帮你带到哪里去 我 他给你来了 你好好坐在这里等我姐姐回来 上来菜 百岳 你不要以为我这个手受伤 我打不过你 你放心好了 你那只手還沒有復原 我不會找你打架 因為你只有這手管用 那不叫打架,那就挨揍 不准手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姐姐回來 把話說清楚 我要是姐的話 你用哪一隻手的手 走過周金秋那女人 你那隻手一輩子也不想碰他一下 那要是你姐姐的手又挽過別的男人 不可能 沒有說錯 他是不是在樓邊 再見 明天晚上我來接你 明晚見 張�ed 再見了,林先生 我們到底怎麼回事啊 一個搂得那 examination 一個淡弱男人的手 這是什麼意思嗎 百月,請他出去 我不想聽她解釋 我也不覺得我有什麼解釋的必要 因为我亲眼看的 你一再否认的事实 你根本无从解释起 这么说你可以解释清楚 你跟那个姓顾的 到底是在谈生意还是在谈恋爱 我当然是代表我爸和他在谈生意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我永远看过去还以为 你们已经坠入秦王了 你和静怡之间远远地看过去 也不像你一在所说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清白 欧阳半斤 我到今天才搞清楚 你为什么叫做女强人 因为你是全世界最武断 最自作聪明 而且被你爸爸宠坏的女孩子 你 你是全世界最笨的男人 又有那么多形容词 形容自己的女朋友 却没有一句是形容对 我根本不是她的女朋友 其实她现在在用对多少形容词 我都不会原谅她 请她出去 我想抱歉 即使你今天已经是我妻子 我也不应该这样指责你 我为我刚才的失礼 向你抱歉 难怪你会喜欢一个风度比我更好的顾先生 你看你我走一步你扶一步 我还没有那么老啊 你本来就不算老啊 而且我要是有老公啊 我就希望很老的时候像你这么体面 你心里太善良了 但你心里面啊 看什么都是美好 连我这个糟老头你都不嫌弃 什么糟老头你不老也不糟啊 像你这样走一步扶一步的 不是嫌得我很老了吗 哎呀不是啦 是因为白晴和白夜 临走时候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你啊 您放一下眼睛的时间都不能疏忽 不然就扣你的钱对不对啊 那我家里的钱 只要你不要钉得我这么紧啊 如果我是真的金秋太太 你就恨不得我像张云一样 把你看得紧紧吧 哎呀 傻丫头 你比真的金秋还可爱 真的 当然啦 还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你可爱 将来啊你会明白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 我想你也不会离开我们欧阳家 好了 我不提走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将来啊你也别走 永远地留下来 永远地留下来 真是傻丫头 你还不懂吗 我现在把你当成女儿 将来我要把你当成儿媳妇 你那儿子我才不要嫁呢 我宁愿永远当你女儿 你那儿子我才不要嫁呢 我宁愿永远当你女儿 先生 我宁愿永远当我宁愿 我宁愿永远当我宁愿 请林夫人到客厅里坐 不必了 欧阳家 没有真正的女主人招待客人 恐怕不方便 就免了 你有什么指教 欧阳家不但有女主人 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还有我这个男主人在 请你尽管直说吧 我刚从台湾回来 你的女儿欧阳百奇 就像你身边站的这个女人一样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硬纠缠着我的儿子不放 你胡说 他们是在恋爱 恋爱 就像刚才 我看到你们俩的画面一样吗 今天我就是特别来声明 以我们林家的声誉和家事 绝不允许一个家教不严的女子 做我儿子的妻子 你不要侮辱百奇 那是你这做父亲的行为 羞辱了自己的女儿 你别说 我今天被打了你的嘴巴人的嘴 我让你知道我阿美族的人 可不像你一样抖一张嘴 像这样的女人 也能登堂入室 你还不承认你们欧阳家 既无伦常又缺教养吗 我都已经不完了 你一定要阻止你的女儿 进我们林家大门 否则她会痛苦一身的 你忍心看着你最心爱的女儿 既不得婆婆的谅解 又得不到丈夫宠爱的悲惨下场吗 这是我最后的忠告 因为我太了解俊彦了 她一向孝顺 顾全大致 所以即使她再爱你的女儿 总急不上我这个生她的母亲吧 你舍得把你唯一女儿的终身幸福 跟我们林家做这场赌博吗 先生你不要听她的 这女人是骗子 如果我是骗子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来 我何不让她先进了门 然后再折磨她一身呢 欧阳伯 你最好仔细考虑清楚了 尽早跟你女儿安排结婚的对象 什么 另外安排结婚对象 这就是胡说八道啊 好 是不是百悦 谢谢 白七小姐 白七小姐 希望我们的认识 没有为你带来任何的困扰 你不怪 因为即使有 我也不可能停止我们的交往 从我赠送的鲜花 你应该可以知道我的心意 期待明晚的见面 故事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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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够了 还要惹我 够了 我这对手教训还不够 你可以走了 这是谁做的 这是谁做的 这邻居几个小孩子 我没事教他们玩一玩 奇怪 我一看到这些东西 有种好奇怪的感觉啊 好像懂他 好像不懂他 反正我很喜欢这对 我觉得那这个人 他绝对不是乱做的 他应该是个天才 至少我认为他是个天才 你可怕讲错了 他怎么能撤得上天才 你手刚才外面冲破了是不是 我去给你拿点药叉子 免得都能发展 俊严 这真的只是小孩子做的吗 那他们的世界 比我们复杂多了 你凭什么这么武断的 就下了这个定论 凭我对陶的了解 一个艺术家的直觉 白月 我想这次直觉你 大概错误了 据我了解嘛 这个念陶的人啊 他的世界 比任何小孩子还要单纯 不要说艺术 连感觉 最基本的感情都没有 没有感觉 怎么可以念出这样的东西呢 这绝对不可能的 一定是你们不够了解他 我感觉到 我可以了解他的意识 你帮我约出来 我跟他见见好不好 邻居的小孩子我也不熟 我到哪里去找人啊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谁啊 这是他做的 他怎么没有一点感觉啊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没有知觉的人是不是 你告诉我他是谁 的 灵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生又跑到你这儿来了 真没办法 得这种病 时常会犯这种 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走 我们回家啊 走 林先生时常哄着他玩 所以每次到这儿来 他就舍不得走 走 回家去 走啊 叫你回去你就不肯回去 你这个白痴就会给我惹麻烦 走啊 他这点感觉都没有吗 他当然没有感觉 他根本就是个白痴 他这样已经有很多年了 走 我们走 白痴 你看 他好像在流眼泪 你看看 他哪懂得流什么眼泪啊 大概是眼睛不舒服 走 回家了 走啊 你走啊 走 走 林先生 我保证以后我一定好好看着他 不让他乱跑 请你不要跟一个白痴计较 走 走 走 放开了 林先生 你不要管他 他是个白痴 他不是白痴 你才让他白痴 他必须我杀了你 林先生 你别看着 他怎么在流眼泪 知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伤心 因为 他唯一亲生的儿子 在别人面前 在别人面前 不敢承认他 他更伤心的是 儿子居然跟别人一样 也把他当成白痴 都怪不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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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日本桃医界推崇的田玉谱 并没有死 什么? 他是田玉谱? 这怎么有可能呢? 他并没有死 这就是你今天一直追问我 为什么坚持不走的原因 因为 照着你今天这个悲惨下场 可能是吧 所以在道语上 我想尽我的心 为爸赎罪 最重要的 我们欧阳家的人 有义务 为林家坚持了十五年的秘密 你 姐是不是认为 爸亲口承认他持久田玉谱十分钟 就是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最重要的原因 林俊也 你 我爸真的欠你父亲这么多吗? 当我第一次 见到我爸爸 他是这样子在活着的时候 当时 我曾经失去了理智 我一定要你爸爸成立 但是今天 看到我爸爸在一起 这段日子 就看到他跟我的手一样 一天一天地在清醒 一天一天地在康复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只希望他早点康复 谁害了他 谁是那个凶手 等我已经不重要了 不 这对我们欧阳家 这个跟我爸爸来讲太重要了 我相信我父亲 我也希望你父亲早日康复 可以还我爸爸清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秘密 因为凶手 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为了不使真相暴露 他一定会设法除掉 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人 对 马场的意外 还有姐姐差点被他暗算的车祸 这跟谜底一定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 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份危险 现在还有谁知道 绝不能让靖秋知道 这个女人让我来对付好 我恨他恨到底 还有我要警告你 你不要跟他太接近 他就跟一条毒蛇一样 专严诱人犯罪 爸只有婉瑶在照了 我不放心 而且我想 这里也不再需要我帮忙 我想暂时的先回日本去 我今天来这里 主要也就是要告诉你这个问题 算了 我们回饭店再谈啊 这件事 里面有点 真是好夫妻 有这么一对好儿女 君彦少爷 欧阳小姐要回日本去了 你会留住她吗 好 我要等你这支手 完全复原以后 再亲自为我戴上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你耳朵的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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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